母親節有我 有時候就是 男子體之前有一點難過 因為 因為每一個母親節 就在我們生的豆苗之前 我就想他 就是 反正就想他 大部分的人 母親節是非常快樂的 我的母親節 她還存在的時候 也是很快樂的 那一年整個那一段時間 就改了我整個生活非常多 而且都是從母親節一個起點 那個夏天我媽去了 第一次去做那個服飾 然後我爸 他就說了 他不想每天回家吃午餐吃晚餐 全都是什麼方便的那種盒子打出來的 然後他就喊了一個附近的 一個高中的專門教你做出事的老師 他過來教我怎麼做 然後我要負責我兩個弟弟 說實話 那個夏天我是五歲的時候 成為了一個全職爸爸 然後我從大學畢業了 正在考慮跑回中國來 當一個外交 我媽就去做手術 手術之後 她就是怎麼說變成了殘疾人 她整個右邊都不能用 她說話說得非常慢 她語言的能力就有一點消失了 然後我就走了 我跑回到中國來了 因為我媽她准我 她建議我去 她說這個是你原來想做的 你應該堅持去做 所以我就去了 我去了中國的一個目標 就是學習第二個語言 然後同時我媽失去了第一個 所以 不知道我就是 我很尊重她 所以 母親節經常 現在是因為有李燦 她兩個兒子 也是很快樂的 而且有時候也是 有點難過